这个同学问的,说服以前,我很受人尊敬,大家都欢喜我 特别是,人常常夸我懂事,善良 说看到我,都会起欢喜心 我也常常帮助弱者,父母说我是个孝子 可是敬佛门以后,我真心为师父护法,按师父教导去做 可是我用心去做善事,也不能被人理解 常常被人误会,如今我烦恼不但增加,心里常常流泪 这个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那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学佛的好啊 学佛学错了 你应当好好的间谍 学佛是不是学错了 凡是学佛会出现这些问题 你应当多想一想 或者是理论上出了问题 或者是方法上出了问题 或者是在境界上应付得不强大 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 否则的话 学佛 所得到的效果 确定是正硬的 一定是很多人欢喜你 很多人赞叹爱戴你 如果社会大众家人都给你起反感了 你就好好想想 学佛有问题了 你把问题找出来 将问题消除 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好 感谢观看